这是作为美女演员林嘉兴 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 据说拍完以后她自己都不敢看 因为这部恐怖片她被提名香港影后 她就是有童年噩梦之称的香港电影 怪物 故事从一个小男孩开始说起 男孩看到一个溜溜球掉进电梯里 好奇的她进去寻找 却不慎被关在里面 母亲听到动静后大叫儿子的名字 电梯却传来一阵剧烈的抖动 随后儿子中途下了电梯 母亲听到儿子的叫声 也紧急从里面出来 从安全通道下去时 母亲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一个衣衫蓝绿的怪物 竟在电梯井里爬下 随后儿子也吓得紧紧抱住母亲 原来就在刚才儿子亲眼看到 电梯缝隙里有双可怕的眼睛 一直盯着她看 之后儿子被彻底吓倒 一直哇哇大哭 这是他们担心家的第一天 就遇到这样的糟心事 到了晚上儿子睡觉时 一只恐怖的黑手又从缝隙里钻出来 好在敏感的小奇察觉到不对劲 带着儿子离开了这个房间 第二天 小奇参加邻居小孩的生日宴会 儿子很快和小朋友一块玩去了 小奇犹豫再三还是想问问邻居 小区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没想到邻居马上阴阳怪气地说 你不要怪我多嘴哦 你问我 我才说的 那时候 这只拆房子 真的死过人呢 一句话让小奇马上不哈尔利 此时天上突然下起大雨 其他孩子都回来了 唯独不见小奇的儿子 奇怪的小奇出去寻找 却看到儿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在空中 没等他跑过去拉回儿子 儿子就从楼顶掉了下去 小奇着急忙慌地往楼下跑 在楼梯间还摔了一跤 等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楼下 只看到玩具摔成了碎片 却半点不见儿子的踪影 儿子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小奇吓得摊在地上放声大哭 警察接到报案在小区展开全力搜查 却怎么也找不到儿子的踪影 夫妻两人应了大量的寻人启事 贴在小区地库 轰风管道的异常声响 引起他们的注意 随后竟听到儿子从里面传出来的尖叫声 丈夫循着声音找到一扇卷帘门 他用力抬起来钻了进去 结果看到儿子果然在通风管道 他找来垃圾桶垫脚 正要爬上去将儿子拖出来 一双诡异的黑手突然从后面伸出 强行把他从儿子后面拽走 他脑袋着地受了重伤 怪物还死死围住他脖子 索性他一脚将怪物踢开 裁剪回一条命 但是怪物马上找来尖锐武器 一刀接着一刀戳在他手臂上 等小齐使出吃奶的力气拉开卷帘门后 只看到受重伤倒在地上的丈夫 丈夫随后被送到医院抢救 一直昏迷不醒 警察再次出动大批人马 被小区地下室全面搜索 但是儿子被怪物掳走 早就藏在地库的通风管道里 警察最后无功而返 确定一切安全后 怪物带着儿子爬上电梯井 来到楼顶躲进水库 警察随后也来到楼顶查看水时 但是狡猾的怪物早有防备 和儿子一起沉入水中 再次骗过搜查 等警察彻底离开后 怪物又用人工呼吸救活儿子 将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看到怪物的样子非常可怕 儿子吓得失声尖叫 躲在角落里不敢多看一眼 索性怪物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只想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儿子疯狂地打着水花响赶走怪物 怪物似乎并不介意 嘴里一遍遍地说着 怪物随后疯狂跳下水时 要儿子叫他妈妈 儿子吓得瞪大双眼 怪物举起匕首要动刀子 儿子终于叫出了声 地下室里住着一个怪物 每次有人乘坐电梯 怪物都从电梯缝隙里偷偷观察 这天他终于抓住一个小男孩 怪物把男孩带到垃圾桶旁边 从里面翻出一个烂苹果 自己先咬了一口 留下黑黑的印记 之后颤抖着手递给旁边的男孩 男孩嫌脏 说 我不吃 我不吃 怪物又咬掉坏掉的部分递给男孩 男孩看着眼前脏兮兮的苹果 怕自己不吃怪物会下狠手 只能强忍着恶心吃下肚子 此时外面突然传来开门声 原来是男孩的母亲小七找到了这里 怪物马上带着男孩消失不见 等母亲赶到 只剩下一个咬掉的烂苹果 胆大的小七料定儿子被怪物藏在此处 他拉开栅栏 爬过一段肮脏的水道 进入电梯井里 大声呼叫儿子的名字 剑没有任何回应 他又壮着胆子爬到二楼 扯掉栅栏后进入另一个通风管道 继续寻找儿子的踪迹 怪物异常聪明 抱起儿子从后面赶上去 看样子要灭掉儿子的母亲 怪物举起匕首准备动手 儿子及时发出一声吼叫 提醒前面的母亲 小七本想回头一探究竟 却不慎从通风口跌下去 挣扎的一瞬间 他看到儿子就在不远处 被怪物紧紧地抱着 最后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从通风口掉下去 好心的邻居将他送到医院 他反复告诉大家 小七里真的有怪物 他亲眼看到儿子被怪物掳走 可根本没有人相信他 大家都以为他思念儿子过度 导致精神出了问题 儿子被怪物卷走下落不明 丈夫又被怪物刺伤昏迷不醒 警察找了几圈也没有任何线索 邻居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小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绝望 此时的儿子被怪物困在楼顶的水库里 怪物把自己绑在梯子上 守住安全出口不让他逃走 等天亮以后 怪物又把儿子抱在怀里 唱起吓人的童谣安慰儿子 他想大声呼救 怪物却拿出力气 在儿子面前一顿乱戳 如果他敢发出一点声音就把他剁碎 儿子吓得死死蒙住嘴巴 不敢再说一句话 之后怪物将儿子一把拉到怀里 用口水给儿子擦擦脸 见儿子的脸擦得更脏 他来到自己的密室翻出一条补董毛巾 准备拿回去重新给儿子擦脸 儿子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爬上通风管道钻了进去 但是怪物立刻发现儿子不见了 儿子在管道里拼命往前爬 怪物揣着可怕的粗气 一个劲儿地从后面追赶 此时小琪正在号召邻居一起抓怪物 但是大家仍旧觉得他在发疯 只有一旁的大黑狗觉察到一样 挣脱小琪的手一路跑到楼顶 等儿子从通风管道里爬出来 正要从大门逃走 被大黑狗一把扑倒在地 怪物见状冲上去 一个飞跃翻滚 将大黑狗从儿子身上拽走 之后怪物和大黑狗拼命搏斗 狂躁的大黑狗咬到他的一根手指 手握武器刺死了大黑狗 等小琪喘着粗气爬上三十多层的楼顶 早已不见儿子和怪物的身影 只有口吐鲜血的大黑狗 和他嘴里的一根怪物手指 警察用小琪手里的断纸做DNA对比 终于还原当年事件的真相 怪物原本名叫阿兴 是个普通的农民工妻子 一家三口一直住在棚户区 因为没钱 一日三餐只能喝稀饭吃咸菜 但是老公对阿兴非常的好 每次给儿子盛完 都把剩余的咸菜全部给他 一家人虽然很贫穷 但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每次都会在门前挂一盏灯笼 象征何家平安 原来以为一切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 直到四年后 当地的恶霸开发商强占了这块土地 要把这里的村民全部赶走 大家都不愿意离开 于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有个村民点燃煤气罐 本想下一下开发商 却不想点燃了阿兴的老公 老公就这样在这次冲突中不幸离世了 失去老公后 阿兴受到强烈打击 整个人精神也出了问题 他开始捡邻居家丢弃的烂叶子 每顿饭还照例给老公盛上一碗 给他加菜让他多吃 这让儿子觉得很诧异 妈咪这是怎么了 随后他强忍痛苦大口喝粥 儿子是他现在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为了儿子他也要振作起来 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病倒了 懂事的儿子扯下毛巾给他擦掉汗水 想出去给他找点吃的 谁知棚库的顶棚突然摊 把儿子压死在了下面 从那之后阿兴就彻底疯了 那个象征何家平安的灯笼还在 他依然像往常一样 每天盛满三碗稀饭让老公儿子多吃 仿佛一家人还在一起 他还给儿子加一个鸡腿 这一切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因为没有稀饭也没有鸡腿 他想打开罐子给儿子加一点榨菜 但是怎么也打不开 于是他用牙齿撕开 结果不小心划破脸蛋 后来这里建起了高楼大厦 他一直藏在高楼的电梯里 像个怪物一样不肯离开 只为等待老公和儿子的归来 直到这天看到小琪的儿子 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 于是把他强行掳走 当成亲儿子一样照顾 这个外表丑陋可怕的怪物 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 眼看儿子被怪物掳走的时间越来越长 心理医生告诉小琪 儿子受到了过度惊吓 时间一长 很有可能会把怪物当成他的妈妈 甚至不再记得小琪这个亲生妈妈 为了救出儿子 小琪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他复印了很多张传单 投进通风管道里 有一些落到了怪物身边 传单上正是怪物发疯前的照片 上面还清楚地写着 怪物的老公和儿子就在小琪的手里 怪物被彻底激怒 从旁边的窗户翻进屋里 小琪拿起一把菜刀 准备大战怪物 他缓缓走进客厅 却被突然出现的怪物一把捏住脖子 把儿子还给我 随后重重地扔在地板上 怪物想要掐死小琪 儿子站在门口看到这一切 吓得哇哇大哭 怪物一分神 小琪趁机推开 但是儿子并没有过来找他 而是静止走到怪物身边 说 你到哪儿去了 怪物就这样带走了儿子 愤怒的小琪捡起菜刀 冲上去给怪物的脚背来一刀 但还是被怪物推倒摔在地上 怪物随后又躲到了电梯井里 在怪物的想象中 儿子回来了 死去的老公也回来了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怪物兴奋地站起来 想要抓住老公的手 但是怎么也抓不住 因为一切都是幻觉 老公流着泪劝他 不要再活在幻想之中 他们的家早就没有了 看到镜子里自己丑陋的样子 怪物慢慢清醒过来 这么多年的执念竟然是一场梦 他一路之下砸坏电影 让整个小区全部停电 随后他带着儿子爬上电梯井 来到楼顶 既然已经梦醒 他索性带着儿子离开这个世界吧 狂风暴雨吹落儿子背后的毛巾 掉在楼下 小琪立刻反应过来 儿子在楼顶 但是大胖警察觉得他在发疯 要把他强行拖回去 小琪拼命挣脱 不想让怪物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他一个人躲进安全通道 凭借把儿子还给我这份坚强的信念 他终于到达楼顶 此时怪物正要带着儿子跳下去 小琪冲过来想抱走儿子 但是儿子一把将他推开 小琪再次抱住儿子 又被无情推开 儿子已经把怪物当成他的妈妈 心碎的小琪上前愤怒地抽打怪物 你明天这不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要害他 为什么要害他 你知不知道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把他跳成这样子 你是儿子不是你的 你为什么要害他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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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过来的怪物不断想起老公的身影 也终于记住自己儿子的真实面目 小琪拿起铁钩想要刺死怪物 儿子却突然哭出声来 眼前这个怪物是最苦命的女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怪物知道老公和儿子在另一边等他 他再次爬上楼顶 举起双手向老公和儿子招手 脑子里闪过一家三口的温馨画面 十几年过去 他一直等着老公和儿子回来 却不知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梦 现在梦醒了 他的心碎了一臂 是时候去和老公儿子真正的团聚了